深蹲教學 分享健身細節 他是健身網紅艾瑪 不過最近影片中的一席話 卻讓他跟館長槓上 兩點開始上班到十二點 前面兩個小時是訓練 後面八個小時是在掃地 真的就是一直掃地 女廁女生的浴室 有時候他們的大便 噴著碼頭都吃的時候 也是我親的 真的是馬桶高手 自嘲根本是馬桶高手 艾瑪說自己2015年 在館長經營的健身房工作一年 但大多數的時間都在清潔 而這樣的說法也引起館長不滿 你明知道 我們所有的教練進來 都會告訴說 我們就是一定要做清潔打掃 那為什麼他還在 他還在影片上面說 整天在打掃 所以我瞎啦 可是我沒有抱怨掃地 我只是說我掃地很厲害 你只有他非常多的原因 但格鬥也是一部分 館長反擊說應徵時 就已經講好工作內容 甚至還加碼爆料 艾瑪離職後和另外一間健身房的男教練 有感情糾紛 因為他一直調侃用言語 然後去摸人家 然後人家男教練 一樣是教練 人家男教練有女朋友 所以就產生出了這個 人家告他性騷擾 建構之後就把他開除掉 艾瑪之後則在臉書 PO出報案的三連丹 打算走法律途徑 捍衛自己清白 那邊是針對館長 三連丹是對館長 就是他說我性騷擾別人 性騷擾男生 導致很多人說就是 把我假的很不堪 所以我很隨便 我覺得太過分了 所以我就上級 我就上級 我去其他拳 我就告他 館長方面尚未取得回應 但行日主顧撕破 臉情誼不在 恐怕誰也不樂見 三連新聞李仙錡 陳紫陽新衛報導